34周有公缩会不会早产 高兼容 维产医学中心 主任医师 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呢 就是说到认诊晚期 28周以后 它都会出现一些不规律的公缩 我们叫生理性的公缩 或者也有人把它叫假公缩 我们先要了解 你这个公缩是生理性的 假公缩呢 还是一种病理性的公缩 病理性的公缩是会导致早产的 那么大致的鉴别是怎么鉴别呢 就是说一般生理性的公缩 到认诊晚期呢 多数用户都会有 它会感觉子宫的一种紧缩呀 下坠呀 主要是时间 一般间隔时间呢 比较长 可能几个小时一次 一次也就持续最多半分钟 或者一天就只有五六次 这种是正常现象 或者活动多了 走路多了会出现 那么病理性公缩呢 它出现的频率比较多 它呢一分钟内呢 可以出现六次 甚至六次以上 你会有明显的痛感 甚至会有伴随有见红呀 或者有其他症状 所以就是如果你公缩很频繁的话 你最好还是去医院 找医生来鉴别一下 看到底是病理性和生理性的 病理性的会导致早产的 专家提示 一 妊娠晚期会出现不规律的宫缩 较生理性的宫缩 或假宫缩 二 首先确定是生理性假宫缩 还是病理性宫缩 病理性宫缩 会导致早产 三 生理性宫缩时 子宫紧缩 下坠 间隔时间较长 四 病理性宫缩出现频率较多 会有明显痛感 伴随见红或其他症状